幽人神谷的创作非常讲究人跟自然的平衡 而且因为真的爱环境 他们之前做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 他们主动撤销了木炸老全山剧场的变更案 所以幽去了哪里呢 他们在金瓜石的本山矿场找到新的基地 艺术总监刘若宇说 幽人第一次站上国际舞台是在雅维农的矿场 金瓜石跟那里非常像 幽人们目前也在金瓜石做田野调查 年底的新作品《黄金香》 灵感就来自金瓜石 沿着山境而行 穿越过静谧的绿林 眼前矗立着耸盲的峭壁 这是金瓜石的本山矿场 经过开挖的矿区 有最天然的岩壁舞台 因为支持环保 主动撤销木炸老全山剧场开发的 幽人神谷艺术总监刘若宇 将以这里为新基地 继续发展幽人的训练体系 第一次到金瓜石的地质公园时 唤起了刘若宇的记忆 因为幽人神谷第一次站上国际舞台 就是在法国亚维农的矿石剧场演出 听海之心 那我一到的时候就感觉到说 原来我们就是跟这些石矿 从这个里面能够发展出来的 就是好像说我们今天能够 从亚维农的那个石壁 从那个石矿里面让世界知道我们 就突然觉得说 好像有这么一点 它的一种那种缘分 又回到了这个石矿剧场 落脚到金瓜石的幽人神谷 招募新晋的团圆成立了金石幽人 并且让团圆进行深度的田野访谈 细心研究在地的历史 幽人神谷一直在木栅的老泉山剧场 创作修行 刘若宇原本申请将保护区变更为 文化景观保存区 却在环保友人提醒下 金觉一旦通过 就表示这片山林即将被开藏破度 因此决定撤销变更 以维护这片孕育幽人山林的完整性 就是幽长基督在大自然工作 那之前在老泉山嘛 在木栅老泉山 那后来就是因为 就是土地地木要都更 才能够真正有一些 在那边能够栖身的 好像就是有一些固定的建筑 甚至于是有个门有个窗 之类的话 它都还是必须要有一个 有一个真正的都更计划 才能够有这些设施 所以那时候呢 我们放弃了那个 那个都更计划 沉浸了三年 几乎没有推出新作 但刘若宇现在回头审视 发现投身教育的他 反而留下了更多 他说能够有系统地建立起 幽人神谷的生命艺术学校 是他现在觉得最需要做的事情 老泉山也好 或者是金瓜石也好 在我脑袋里面 其实现在想的反而是如何 把这些东西 有系统地传承下去 让年轻人可以自己做创作 让年轻人经过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 这种比较艺术的这样子的冲击 找到他属于他自己方向的路 悠游在山林之间 跟自然相互共存 找到新家的幽人神谷 会在矿石剧场中 创作出更多 充满能量的动人作品 这种比较林之间 在山林之间 这是大地区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